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 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演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分享下一個題目 相信大部分人都會經歷過 甚少或者有時候沒那麼嚴重 學名叫做麥粒腫 其實統稱我們常說的就是生眼挑針 這個情況 相信很多時候都會有些人 尤其是現在 那些人經常看手機 那些什麼 可能有時候有些手 眼睛 有時候就很快 自己會沒什麼事 但有時候 看你身在哪個位置都會很痛 都需要嚴重一點 有時候可能還要找醫生 我相信袁醫生 你在臨床上 應該都幫過很多這類型的病人 很多人都遇到 一般坊間民間 會用什麼方法去醫 所以叫做眼挑針 所以叫做眼挑針 很多時候有一顆東西在 不如刺穿它 挑走它 所以叫做眼挑針 很有趣 他只能解釋一般的治療方法 好了 麥粒腫是眼簾 汗線或者油脂線的感染 眼簾裡面 可能在邊邊 可能在後邊 最初的症狀通常都是 眼簾邊緣的痛 發紅 腫脹 還有一些壓痛感 最後就出現一個小粒 圓形的 痛的 硬的 當然很多時候會引發流眼淚 對光敏感 眼睛裡面好像有些異物在 在那個位置 如果在眼簾後面 很明顯 好像有一塊東西這樣頂住 好了 有什麼併發症呢 其實是很少的 但問題是 這個麥粒腫是經常復發的 所以問題是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這些病人都是 都是出現過很多次 之前就去看普通對抗性醫療的西醫 通常是開手術 麻醉了你 接著就幫你抄了它 清掉一些籠 捕穿它 整個籠 但問題是 很多病人是 處理過 接著又復發 又去做手術 接著做了兩三次之後 已經覺得 不是辦法 而且手術始終有機會有些痠 是的 所以結果 他就會帶這些小朋友來 我早期 很多病人都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是重複性的 醫療來醫療去 都是重複性的 醫療完又治療 好了 如果我遇到情況 需要留意什麼呢 第一 看看眼鏈是否發紅和腫脹 有時候 看上去都看到 或者用手指按一下 有些人懂得 把眼鏈 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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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部分時候 要用手按下 面部的皮 都可以看到 眼邊緣的蜜粒種 看看什麼樣子 看看眼睛本身有沒有分泌呢 如果有的話是什麼顏色呢 它的分屏性多厲害 它是多硬 分屏性多厲害 那麼 和療法有什麼 簡單的痴痍呢 如果你的蜜粒種 是有很多濃癌 而且對風很敏感 一些凍風很敏感 就想 流化鈣 Hepasophorus 流化鈣 濃癌 加對凍風敏感 如果蜜粒種生在右眼 以及非常之干裂 右边眼睛很干净,就用石虫 如果主要的症状是眼睛排出大量浓稠的黄色分泌物 就用白头翁 如果患者性格很有趣,很骤人,很少发脾气 但眼睛就干净,肿痛,这种型的人患蜜粒的疗剂就是飞燕草 如果发现眼睛边缘是红的,像一个红圈圈 在哪里呢?灼痛、痕氧和发炎,就用硫磺 这五种是主要的 通常效果会几快呢? 蜜蜜粒通常可以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 就应该有反应了 但问题是,很多时候症状后,又会再出现症状后 在那种情况之后,应该找合资格的同学疗法医生 帮你进行一些深层的体质性治疗 是 和管理都比较好些了,OK? 好了,其他有什么可以做呢? 当然,保持眼睛干净 很多人都懂得用热水的布敷在眼中 一天敷几次,每次十分钟 可以让它熟得快一点 是,是,是 令那些龙头熟得快一点,可以爆出来 平时可以简单地吃维他命C 例如500个荷克,每次4次 增强免疫能力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可以做 好,个别介绍,每个疗剂 第一种是榴花盖 Hepasulfurus Calcium Sulfi 普通症状就是眼黏发红、发炎 充满浓液和非常敏感 你记住,浓和敏感这两个重要关键的症状 发炎的眼睛周围有些少忧疹的 OK 而且眼睛分泌浓愁的黏液 导致眼睛在晚上黏在这里 就是这些分泌黏液 你的眼睛黏在这里 通常对痛和冷风很敏感 当它不舒服,敏感的时候 当然很容易生气 性格就是,不要搞我 所有事情都会困扰它 很有趣,在晴朗的白天 首先眼睛会觉得很痛 主要都是眼睛发炎和肿脏 拱膜是发红 眼八角落发红 好了,流化盖的人 平时喜欢吃点醋,酸的东西 什么令他差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冻风、裸露 你盖着它就OK的 有时候你暴露了它出来 就不舒服,因为冻风关系 暖会舒服点,包着身会舒服点 这个就是流化盖 简单来说,敏感怕冻 对农疮有农液出现 接着,另外一只石虫 Lycopodium club moss 通常生气眼链的右侧 就是痛和尿泡很有趣 有左右之分 石虫是倾向右边的尿剂 右侧的尿剂 眼链和拱膜会发红 眼白发红 眼睛干裂,肿痛难忍 因为眼睛的分泌濃稠的黏液 是导致眼睛,晚上都会黏 记住,右边是差点的 石虫仁和大家说 那个人本身就是霸道大 但里面自信心不强 那个人比较瘦瘦 下身比上身肥 这种这样的体型 石虫仁平时很喜欢吃甜食 喜欢暖的食物和暖的饮品 室温和暖的饮品 即是不喜欢吃冰水 接着是白头雍 Pulsatela nigricum 英文叫做wild flower 眼睛里面有很多浓稠黄色淡淡的分泌物 浓稠多黄黄 不是太稠的分泌物 经常有些东西是盖着眼睛 就经常要用手去抹干它 有些东西是不断的抹干它 眼睛有些水氧的分泌 肿痛痕氧 冷敷比较好 记住,白头雍喜欢冻敷比较好 白头雍的人通常是多变化情绪化的 通常人很容易哭眼睛 眼睛淚湿湿 而且很前身 因为常常人陪 很多时候小朋友出现这些症状 很喜欢黏着妈妈 可以考虑白头雍的尿剂 平时不口渴 喜欢吃奶油 creamy 油腻的东西 花生酱 他不喜欢暖的房间 焗的房间 他喜欢打开窗门 这个就是白头雍的症状 然后是飞燃草 Cephyrcegrea Cephyrcegrea 都有拱膜肿痛发炎 通常一醒起来很干净 眼睛打不开 但记住 飞燃草的蜜粒种 通常是复发性的 那头很多没多久 接着又出一粒一粒不定地出 眼睛干裂 流泪 成水那边就是 他人是斯斯文文 但很多时候很容易欺负 就常想和事佬讨好别人 但别人有时候会欺负他 这种悲燃草 这种性格方面 接着是硫黄 Sulfur Sulfur 8天眼睛发红 但是晚上就极力恒氧 你记住 那个流泪 恒氧是一个主要的症状 OK 红和恒氧 感觉眼里面 有些沙 好像顶着顶着顶着的 眼脸的边缘是红和发炎 你看得很明显的 一个圈红的 流泪营的人 通常是很有自己的己见 很固執的 他有很多事情想的 就觉得好像一个哲学家 有自己偷偷不语自己的想法 但很喜欢挑剔别人 有些什么呢 他很喜欢挑剔别人 他性情就比较懒懒洋洋 他在体能方面 他喜欢瞎瞎瞎指摔 停下看 骄髒骄的 医生不理 有时觉得能有 demographics 不干净的人 好了 流泪营的人 平时喜欢品质甜 것 喜欢饮酒 猜脾肪和新辣食物 是流泪的中的食物 根据这几个老朵 我经验上 基本上 都可以製得到 我觉得绝大部分麓粒种 isu 然回 ride 谢谢袁医生,听过了袁医生的解释 你说很严重,其实不会太多,除非你处理得很不妥当的时候 才可能引起一些感染,但是如果刚才说过 有些人是经常经常发生,就算你怎么样 等他自己復原又发生,都是挺麻烦的 可能日子长了,甚至去眼科医生,西医做挑拢手术 始终会有个伤口,对于眼黏的幼嫩皮肤 这么小的范围,都可能有机会影响视力 但接收袁医生的资讯之后,疗剂 如果真的遇到有这些问题的时候,而你家里 也常备了有同类疗法的狐狸套装 立即可以用到疗剂去,去处理这些急性的问题 不需要等到有后遗症 家中常备个人狐狸套装的时候,我们现在 直接连买这本秘笔一齐奉送给大家 真的达到有病无患的效果 对于所有急性的问题,都可以一早夹早医治 不需要等到有病发症或后遗症出现的时候 才处理的时候,更加可以将健康回复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可以打以下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同类疗法的套装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在网上作愈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了发与你,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